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进行到紧要关头 希特勒下令执行海时计划 封锁英伦三岛实施战略轰炸 德国轰炸机飞至伦敦上空 往下丢炸弹炸得英国满目疮痍 逃难的人群中有对夫妻抱着刚刚出生的小宝宝 连滚带爬的躲避炸弹小宝宝运气好没被炸到 然后他就长大了开始就独于剑桥 可是他感觉人生好无聊呀 还不如天上吊炸弹时刺激 兵荒马乱招生熄灭那才叫人生平凡岁月苦 空虚寂寞冷他成为一个佛系青年 没理想没目标遇事也没任何想法一切随缘吧 他的人生好似在梦游动作越来越笨重 好好的走着路突然间摔了个大马胖 连上个楼梯走到一半都会一头栽倒 几里咕噜滚下来 再爬起来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力也不靠谱了 我是谁 这是哪里 我为什么在这里 他拼命想也想不起来 想问问周围的人却发现自己嘴巴僵硬 似乎连话都说不清了 路过的人把他抬到医院 仔细一检查才发现 他根本不是什么佛系 他病 医生给佛系青年检查过后对他说 有个好消息 还有个坏消息想先听哪个 先听坏消息吧 医生说 你得了重病 先是吞咽困难 然后丧失语言表达能力 再然后四肢肌肉慢慢萎缩 变得无力接着呼吸不畅 最终会慢慢死掉 年轻人吓呆了 好可怕不是还有个好消息吗 快告诉我 医生说 好消息就是这个病固然痛苦 但最多折磨你两年 两年 年轻人充满了希望 是不是两年之后 我的病就治好了 医生说 两年之后你就死掉了 当然不用再承受疾病的折磨了 年轻人吓呆了 我怎么会这么惨 年轻人患上重病 医生断言 他最多还能再活两年 他无法接受 希望是医生弄错了 又去找别的医生看 医生们都是同一个结论 年轻人想开点回家休息 想吃啥就赶紧吃两口 反正只有两年时间了 多吃一口吃一口 难道我的人生 只剩下这么点希望了吗 年轻人万难接受 五十年后 确切的时间是 2013年 那个被断言 活不过两年的 佛系年轻人 折手撰写 我的简史那一年 他71岁 他还活着 我们说的这位佛系青年 就是继爱因斯坦之后 对社会影响最大的物理学家 霍金死后至少五十年 甚至一百年 也许都不会再出现 这么伟大的人物了 霍金说 是疾病还有爱情改变了我 霍金自述 我患病的一个后果 就是把一切都改变了 当你面临死亡时 你就意识到 生命是值得过的 因为还有很多事情 等着你去做 可他的生命只剩下两年 最要紧的事 是先治病吧 他住进了医院 遇到一位姑娘 重病的霍金 两眼放光 对了 人生不能少了爱情 次年他们结婚 霍金说 这改变了我的人生 虽然他以为 自己的生命只剩一年 但遇到爱情 就得承担起男人的责任 承担责任 就得找工作 找工作 就得先顺利毕业 想毕业 就得先把论文写好 原来认为 没有意义的事情 突然有了价值 他终于有了人生目标 告别佛系 从此努力 从被断言 最多只能活两年 到五十余年来 以卓越的成就 成为最具影响力的 伟大物理学家 霍金在学术上 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他证明了起点理论 论证了黑洞 其实不黑 也会发光等等 这些学术成果 终将改变 整个人类的未来 但是对学术领域之外的 普通群众而言 霍金对人生的态度 对疾病的态度 更令我们震撼 不论是学术研究 还是日常生活 霍金都堪称条件最差的 并魔的折磨 让霍金丧失了行动能力 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 甚至失去了写字能力 看不了书 写不了字还怎么研究呢 完全是靠脑力活动 为了研究 他训练自己 在脑子里 形成各种不同的心智图案 与心智方程 然后就用这些心智元素来思考 霍金向我们证明了 人类最有价值的是脑子 人脑具有无穷的潜力 能够达成我们所希望的任何目标 包括突破死亡与超越自我 相比之下 我们身边的许多人肢体健全 食量非凡 一顿饭能吃半头牛 可这些健康人却整天不停叹息 气色灰白疲软无力 习惯已弱者自居 说到人生就连连摇头 没目标 没理想 不努力 不勤奋 年纪轻轻 却默契沉沉 只想着混吃等死 他们就是通常所说的 20岁就已经死了 但要等到80岁才被埋的人 伟大的霍金 用自己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与病魔抗争 他想告诉这个世界 一个人的生命在自己手中 由自己主宰 所以他无时无刻 向人类知识边缘之外的 神秘地带挺近 他每一天都在挑战自己 无论命运中 横飞逆来的打击 有多么可怕 他始终拒绝认输 或许霍金巴每一天 都当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